梦梦,滚穿烂门 滚 行啊,走 滚 哎呀 辛苦你来找我 再晚点的话 再晚点怎么了 再晚点我就下班了 没关系 你俩呢 哎呀 辛苦你来得找啊 再晚点的话 再晚点怎么了 再晚点我就下班了 这就没啥问题 你去哪儿去 谢谢啊 哎,你怎么不敲门啊 不好意思啊 你不要闭ually 我现在可以接下来吗 不,我不乱了 你启启 不用管我 不用管 には 不,君某 老公 我们以后生三个孩子好不好 瘋了 最多生两个 不 我就要三个 就两个 我说三个就三个 生完第二个我就去学长 那行 那我希望 你能同样爱我的第三个孩子 田先生 很遗憾地告诉你 你的时间不多了 你有什么心愿没完成的 抓紧时间吧 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 愿你现在过的幸福安稳 若再相遇 其实这么多年 我一直没有忘记你 我也一直不敢向你表白 我怕你拒绝我 但是如果我不告诉你的话 我怕我以后没有机会了 我爱你 琪琪 我不是琪琪 我说你鱼哥 对不起鱼哥 对不起啊 帮忙帮我把刚才说的话 转告一下你媳妇呗 你也喜欢听这首歌 我也很爱听 你说啥 我说你也喜欢听这首歌 你也喜欢听这首歌吗 我也很爱听 我喜欢听 对不起 你是用什么眼睛听门啊 我曾经听别人说过 朋友之间的友谊是最常有的 所以说 对不起 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点个赞关注一下吧 干嘛呢小男 收保护费 什么是保护费呀天哥 保护费就是你给我钱 我保护你 以后有什么事 提天哥的名号 保护你安全 现在是法治社会 很和谐 我不需要保护 省占一点 我是田哥招惹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强烈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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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伟哥 嗯 你今天第一天上吧 比如说你去找那个海涛 把那个女美术的工庄换一眼啊 哎 好 哎老板 嗯 你的脸 怎么 啊 那个 算是你那时候打呗 啊 他连你都敢打 哎呀 人家升职了 今非昔比了 升什么职了 这么厉害 老板娘 我喜欢你 这种女朋友好吗 好呀 真的啊 你真的同意了 真的啊 我 我有点不能相信啊 傻瓜 你想什么呢 嗯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你怎么能喜欢我呢 你这么漂亮 我感觉我配不上你啊 要不 我们还是分手吧 你是不是得到了以后就不珍惜了 不是 我主要是我 我觉得 她 她不太真实 怎么可能呢 哎呀 你现在觉得不真实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卸妆呢 她不太大人 我还是要卸妆呢 我男人 我现在觉得不辑我 我还没有卸妆呢 我还没有卸妆呢 你真的还没有卸妆呢 我还没有卸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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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老公 嗯 我包有点脏了 你帮我擦擦呗 我说玩游戏 你拿个问题擦吧 我试一下 你帮我一下 你自己擦 试一下 自己擦了 新买了一个 老公 我怎么觉得我这手机有点脏呢 不是 我拿上去擦一擦 不是 我觉得在家冰箱有点脏 电视也挺脏的 空头也挺脏的 哎 那地鞋也挺脏的 老公 我觉得你也挺脏的 老公 我往哪上 我给你一个钱 我换呢 我换呢 老公 老公 你有没有觉得我很美 没发现 那为什么我觉得我一直长得可漂亮呢 我们单位一共三百来人 女性就占二百多人 如果年轻漂亮 我名列前五 我哪不漂亮了 以后有方人换个单位行不行 你们尽量用的工作人员整共太五个 哎 那个曹云军离婚了你知道吗 知道啊都看见新闻了 哎呀太可惜了 他老婆藏完养完人民的名义之后 政治事业的上风期 他选择结婚生日 结婚一年多就离了 我算看破人生的 我觉得男人最主要就是老实 我以后得找个老实人嫁了 你能这么想就对了 你看上哪个老实人了 我觉得吴亦凡就挺老实的 给个赞关注一下吧 怎么了学学 看你挺不开心的样子的 我想买奔驰 但是奔驰太贵了 没事啊 别上去的 那个以后你会有钱买的啊 要不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那个 从今有一个农府 他有一个猪见 有一天暴风雨来了 猪就塌了 反正少了一只猪 你猜那只猪干什么去了 那只猪坐在这儿跟我讲故事呢 我死了算了 你怎么了 因为是的 我亲生的儿子 被别整老子 现在我儿子滚别叫爸爸 你说我这心里能不哭吗 啊 报警吧 好把你儿子要过来啊 不行啊 如果报警的话 那他就知道我和他喜欢偷警的事了 我妈船 不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